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直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今天要带大家来监督市政 从观光交通以及地方发展 为民谋服 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 郑文婷 郑一座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 张浩瀚 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 浩瀚 浩瀚好 第三位是我们信义区市议员 陈君佐 大家好 我是信义区市议员 陈君佐 君佐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向道的转弯处 没有红线 到底能不能停车呢 一块来看三更地区 民众的痛 目前我们这个路段 因为受到民众的诚情说 在他这个没有划线的区域 他停车了 但是在交通法规上 他是不允许停车的 那所以造成民众误会 他即便是说 他出国了三个月 他回来陆续收到七八张罚单 这个部分都是无解的 所以说我们才会看说 把这个区域划上红线 让民众能够知道说 这个路段是不能停车 这样子 那因为三更地区 停车确实不方便 因此交通处认为说 这个地方应该要 让民众有一个方便性 可以在这边停车 可是按照交通管理 处罚条例的一个规定的话 转弯处就是不能停车 因此很多民众在这个地方 被检举之后呢 就收到红单子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不能停车的地方 按照法律的规定 就是不能停车 因此建议以这个明确性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画个红线 让明确能够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不能停车的 那也希望民众在停车的时候 能够注意到这个红线的区域 是不能停车 还有转弯处也是 纵使没有画红线 还是一样不能停车 以免受罚 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路段 我们要请教一座 后来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说 有一些交通法规上面规定 譬如说转弯处10公尺以内是禁止停车 那这样的一个路段 不管它有没有画红线 其实都是不能停车 那会造成民众的一个误解 就是说我看这个地方没有画红线 所以我就可以停车 而且这样的状况 如果说相沿沉袭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都觉得说这是OK的 事实上突然有一天警察就来开单 那对民众来讲会觉得这不是可以停车的地方吗 那为什么现在又不能停车 会产生法律认知上的一个误解 所以我们在办完会开之后 我们有要求交通处 还有这一个相关单位 必须把那个红线画上去 让民众很明确的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转弯的地方 也是画有红线的地方是不能停车的 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庭义座为命喉舌 为大家来把关 另外还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我们这个交通 没有耗制灯 他们民众走斑马线用冲的 显向缓身 车来车往的中登路和武昌街口 民众要过马路走斑马线都很危险 老人家比较麻烦 因为这边老人家慢走 行动慢的人是不是很危险 不过我们都会注意一下 车不让行人加上车速快 让这个路口经常发生大小车祸 就像行人地狱 其实上坡的速度比较快 转弯这边其实转过来要下去的 都蛮 方向都速度都蛮快的 前面有侦射 好像有改善一些状况 但是还希望这边可以侦射一个 会比较安静一点 过马路因为老人家行走都比较慢 然后这边直线的地方 车速都比较快 然后左手边这边又是转角 原来武昌街路口 刚好位在中正路上下坡路段 往来车辆都会加速 车速过快 市议员张浩瀚争取设置交通号制 希望借由行人穿越号制 和红绿灯时向管制 能够有效控制车辆速度 前一阵子我们收到将近百户的 一个居民的一个连署程庆 那希望在这个路口来征设 我们的一个红绿灯的一个控制 最主要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路口其实对侧是我们的一个公车站 那在武昌街这边的居民 大部分要去等公车的时候 就毕竟要穿越这个斑马线 但是因为中正路整体的车流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导致非常多民众在行进的时候 都要闪避的一个车辆 那虽然说我们现在有提高 我们交通执法的这样的一个 处罚跟法规的一个依据 但是实际上在夜晚的时候 在行进这个地方 真的让居民都感觉行进胆跳 希望既有这样的红绿灯也可以达到 中正路整体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减速的一个效果 我想中正路是我们中正区 不管是通往市区或者是说市区的民众 通往八斗子和平岛 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道路 但是因为这条道路非常的一个笔直 那所以造成非常多的车辆 车速往往过快 那大家可以知道说 在我们今年不断的在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然而在这个区域 对于我们的非常多的一个长者来讲 其实是通行非常不方便的 尤其像武昌街的民众 他们要搭乘像1579的快捷公车 他往往都要通过中正路这条斑马线之后 才能到对面的公车站牌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他路线十分比值 那应该说从八斗子到市区非常比值 那从市区到八斗子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弯口 所以经常导致说车辆来 第一个不容易看到行人 那二来就是因为他可能车速过快 所以在看到斑马线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紧急的刹车 所以有非常多的一个民众 其实在我自己的服务处街超 超过100位的一个连署 希望在这个地方 能做一个号制化的一个路口 那保障我们整个行人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穿越 那其实我在从年初开始会刊 到七月 跟所谓的邻里跟周边店家之后沟通 因为毕竟 我比较要说一件事情就是像 我们要设红绿灯 其实光那个 电位要踩下去 那有些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店家的门口 的生意或者是说他的一些的风水 但是也感谢这一些周边居民 为了体谅整个行人穿越上面的安全 那大家一起通力合作 那把这件事情终于在10月中的时候 那我们把它顺利来完成 所以现在非常多的居民不管是要上班的上班族 或者是说这些长辈们 他想要去到市区或者是要到外地的时候 他搭公车在过马路的这段期间 其实就变得非常的一个安全 但就长久之 长久之后 也有居民反映说 他会不会变成交通上面的一个涌色 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行人友善真的会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有些时候多等个10秒钟 多等20秒钟 但是可以保障更多 市民的一个通行上面的安全 就整个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尚未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其他几个重要的入口 那我们持续来推动所谓的行人友善机 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 那也希望说未来如果市民在哪些入口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做一个联系 那我相信我们的民意代表都会很诚挚的来为大家来做一个服务 是 我刚刚听到你说半年 整整这样子半年 然后今年10月终于设置完成 那就可以解决很多民众又奔跑的危险情况 那像这样子这个 没有红绿灯的入口是不是其实还有呢 文婷宜泽 是的 那个没有红绿灯的这一些路口呢 我想在我们安乐区跟仁爱区交界的这个安乐路的路上 也就是这一个从很多人在平常或者假日他们会到安乐市场去买菜 那这边有一条小路可以沿着路走上来安乐路上 那安乐路上就有一个公车的后车厅 因此呢很多民众他买的菜他就要直接过马路那边也有斑马线 但是呢因为从这一个隧道之下来的车子其实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般来说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那再来就车流很大 是是是是 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这一个民众反应没有斑马线的这个很多交通流量的路段 在安乐路一段就面粉厂的这个路口斑马线使用率相当高 每天都有很多民众经过这里到附近的安乐市场才买 但是当地居民反映这个路口没有交通耗制 加上安乐路一段的车速很快 过马路往往显向还生 那这边是很危险的一个一段路 因为你们要去安乐市场 所以安乐器都要从这边过去 所以这里一定要一个红绿车 民众大部分这个需求是说 过这个马路要到安乐市场有点困难 所以说要把先把绿色帮马线做起来以后 就包括车辆行软通行比较安全 基隆市议员郑文庭接获民众反应 特别安排市府交通处等单位到场会刊 设法来改善这个问题 现场的交通状况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认为说从善如流 先暂时以划设律帮马的方式 来提高用路人的这个警觉心 有行人在帮马线上的时候 要保持这个高度的一个警觉 必须停车等这个行人通过之后 再继续往前再移动 我想刚刚大家从影片上看到 这个斑马线其实它是没有号制的一个路段 那我们在现场会刊的时候 有特别要求交通处说 你能不能装个这一个闪灯的一个号制 让民众他如果说他要过斑马线的时候 他可以用按的方式 比如说我要过的时候我再变绿灯就好了 因为从这个志强隧道下来的车子 其实到那个地方车速都会变得比较快 那比较快民众又要过斑马线 当然交通处的说法是说 斑马线前面所有的车子就是要停等 让行人优先通行 但是你要知道车子从上面这样子往下行走 本来在民众的这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这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纵使车子减速民众也不敢过去 他非得等到车子完全停下来之后 他才敢走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又造成车子也搞不清楚说 你行人到底要不要走 尤其现在大家对于这一个斑马线 没有离让行人这一件事情 又罚的特别重 所以造成车辆的驾驶人 也不知道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看到行人在路边 他好像要过斑马线 那我要不要停下来 那行人是想说我等你停下来 我再去过斑马线 那大家就变成在这个地方 不知如何是好 那因此我们在会刊的时候 特别有要求 你是不是交通处能够弄一个 人行的专用的一个号制在这个地方 让他平常的时候是闪灯 那如果有行人要通过 我可以用按键的方式 然后变成绿灯 我再来通行 那有一个号制在那个地方 不只是车辆他有所遵循 行人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那当初我们会刊的时候 交通处也承诺要先画绿斑马 那现在看起来绿斑马画上去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这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困境 那我认为说 其实基隆跟其他县市 有本质上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我们的山坡地比较多 我们刚刚讲从志强隧道下来到 这一个安乐路跟成功一路的路口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陡坡 那么而且又是在市中心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一定要要求说 在几百公尺之内 你就是不能设红绿灯 这样子是不是太过严苛 而且我觉得在交通的这一件事情上 是既然大家诉求的是以人为本 那么就应该要 以行人友善作为一个优先的一个条件 行人要能够安全地通过这个路段 那车辆也要能够平安地来度过 这一个路段 这样子才能够共创彼此的一个共好 而不是说因为我交通法规怎么规定 所以我就不能这样子做 那事实上交通法规也可能因地质疑 也可能因时间的这一个过去 而做一些事实的一个修正 所以我们希望交通处在这个路段上 要能够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修正 是 就是要以人为本 大概站在最大的角度来看看 怎么样是对人民最好的 那另外就是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已经原本有的红绿灯 然后又被拆掉 然后又被装回去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要请教文庭一座跟君佐一座 是 是 是 我想在这个东明路这边 跟东光路口这里 尤其是在东明路55项这个地方 原本是有这一个红绿灯的号制 可是在9月30号市政府却无预警的就把这个红绿灯给他拆除了 那拆除之后变成在东明路55项项口这边 如果前面是红灯的话 变成55项项口这边的车辆 他还是继续往前移动 本来的话是两个红绿灯是同步的 所以在55项这边也跟着红灯 那么行人要透过斑马线去过马路的话 其实是相对安全的 可是我们从影片上可以看到 当前面是红灯的时候 后面的车子还在行进 那行人要过斑马线 他们就会很担心说 车子还在走 那我怎么过 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维持了大概有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那附近的民众 对于市政府没有预警的把这个 把这个红绿灯拆除 也非常的抗胜 他们一直认为说 你要拆除这一个红绿灯 必须要跟地方上的民众来沟通 而且至少要当地的里长 要了解这一个状况 才能够协助去沟通这一个政策 可是事实上没有 那经过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市政府又受到 很多民众的这一个陈情 大家都认为这个地方实在太危险了 大家要过个斑马线 完全都行不得 所以他们才不得不又把 这一个红绿灯给装上去 又再装回去 对那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张法 我们认为说交通这一件事情 不能开玩笑 你要拆掉一个红绿灯 你一定要跟当地的里长 还有当地的民众做一些沟通 让民众有一个 这一个预期的心理 知道说这个地方可能什么时候 做一些改变 是我们要请教君佐义座 这是他的辖区 是 对 因为这个红绿灯已经30年以上了 30年 那他要拆红绿灯 他也没有通知里长 也没有通知住户 那甚至他办会刊 谢光寅市长亲自到现场 办会刊 也没有通知我们当地的议员 对啊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很过分 对啊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拆就拆 想装就装 他会刊完第二天就装上去了 对啊 其实这一件事情我认为 充分显示出 这个基隆市政府完全不尊重专业 因为哪个地方该设红绿灯 哪个地方该划斑马线 哪个地方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交通的 一个控管措施 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谢国阳市长到了当地 会刊了之后 第二天红绿灯就把他装上去 就只靠一个人一句话 就能够改变这个地方 这样子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 法治社会应该要有的现象吗 我个人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法治国原则 大家在民主已经进化到 现在已经2023年了 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 所有的行政作为都应该要依法行政 那么如果说你要拆这个红绿灯 你就按照法律的程序来 你该开的公厅会或者说明会 你都要去执行 那你如果发现你这个政策错误 当然要赶快把它补救回来 可是绝对不是因为市长的一句话 你所有的政策的执行或者收回 你都应该要有专业的考量 而且必须要依据法定的一个程序来执行 那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清楚 就是彰显了市政府完全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走 那这样的一个执政的一个方式 也不是值得人家来肯定的 是 就是要依法行政 另外还要检视地方的需求 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的希望之求 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 来到希望之求儿童游戏场 工程员忙着施工 工程去年开工 预定在今年2月完工 却遇上卫福部公告 邮据管理规范 市府为此变更 游戏场最受注目的游戏塔 除了完工日往后延之外 工程经费也追加一千多万元 协颇的部分大概是会是在这个部分 地景的协颇 那会顺着我们的地景 然后一直延伸到现在目前 现在整屏的这个平台 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个游戏塔会玩 关心游戏场工程进度 市议员张浩瀚邀极度发出公园管理科 到场了解施工进度 针对邮据检验作业 提醒市府要和检验单位先协调 避免发生像过去大三万园区 游乐场已经完工 却迟迟不能检验 在先前的前几个月的会康 过程当中 其实有说到 预计在10月底的时候 可以把所有的工程来做一个完成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 工程的一个整体的时间 似乎还有一些 一个单个 那据我们现场实际上的了解 那现在这个工程预计在12月底能够来完成 我想中正公园的一个儿童游戏场 其实是非常多市民引颈期盼的一个儿童游戏空间 因为基隆过去 其实没有缺乏大型的一个儿童游戏场 所以在这个公园的一个建置 其实让非常多的民众非常相当的一个关心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 在上一次的议会会期 那我也特别邀请谢国王市长到实际上 到现场来关注实际上的一个进度 那时候给我们的一个答复 是预计在今年的一个10月 工程就可以完成 然而在10月初的时候 我就一样到了现场来看 其实现场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地的一个状况 那据我们所了解 才知道说原来儿童游戏的一个邮据 其实它的进度 可能因为透过要检验的一个原因 所以导致他整个工程在做延误 那预计在今年12月的时候 才可以把这个儿童游戏场能够来完成 但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因为全台湾的一个检验量能有限 所以导致说我们儿童游戏场一旦完成了之后 可能还要排检验的一个相关的时间 所以像其实我举一个例子 像之前我跟在上一次节目有提到 大沙湾儿童游戏场的这件事情 光检验等待的这件事情就要排半年以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如果我们不赶快在这个时间来启动相关检验的程序来做配合 可能这个儿童游戏场就算在12月完工后等到他检验完 可能说明就是已经后年的事情了 所以我也感谢金融市政府杜八处在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之后 愿意跟我们配合 其实现在的一个施工厂商就跟我们检验厂商来做一个合作 那希望在检验前就已经纳入所谓检验厂商的一个建议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减少所谓的检验的一个时间 所以现在预计在今年的一个明年的2月到3月 检验的这件事情就可以快速来做一个进行 那预计在明年的一个暑假 就可以让我们市民引领期盼的希望之秋儿童游戏场 能够快速来完成 那我相信这个儿童游戏场也是在连游昌市长时期 任内所规划的一个建设 最主要真的也是为了想要体恤我们基隆 甚至百台湾非常多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父母 真的没有地方让小孩子好好放电 所以我们特别来做这样的一个计划 其实像近期我自己也为人父母 其实我们也很期待这样的空间 能够快速来把它完成 而且这也是基隆算是首座纳入参与市 就儿童参与市跟家长参与市计划的 首座的一个公园 所以也期盼说未来一旦开幕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到希望之秋儿童游戏场 来共同来游玩 也透过这样的机会 让小孩子放放电 交交更多的朋友 那这一件事情我们会持续的监督 让这一件事情早日把它完成 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 不过明年的暑假就会看到 大家就可以来使用 那当然你可以带你的小孩 那时候应该可以玩 就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游玩 那就是要走在所有工程之前 所有的规划期限通通都要算好算定 所以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我们的信义市场 现在是不是要改建 接下来应该要做哪些充足的准备呢 那关于信义市场的改建 那我认为要先把摊商安置好 那要把摊商安置好 要先找一个中继站 那目前我们那个基隆市政府的产发处 有去跟基隆港屋分公司的预程中心去谈 那预计在明年的年前他们会签约 那签约完了以后再设计规划 那那一天我有去看现场 因为摊商有大概200摊商下了 对 那个一楼跟二楼 是否容纳的下去还不知道 那因为规划还没出来嘛 那其实还有别的摊商 因为每个礼拜来 外面摆摊一次的打邮寄的 摊商 那个怎么办 对啊毕竟人家也要生活 但是我会要求我们基隆市政府 以原有的摊商为主 毕竟他们在那边都已经20年30年40年以上 一代传一代 对 是 那其实还有最重要要有停车场 对 那可以坐停车场 里民活动中心 还有社会住宅都可以一起在一起 是 所以就是要整合所有的公有土地 因为他们对面就有一块地 如果能够好好的整理的话 还有一个迁移这件事情很快就可以完成 因为在对面而已 对市民来说很方便 对啊 那但是还要整合警察宿舍 还有财政出的土地 还有更重要的麒麟地 我觉得这是重点 那如果后面的住户想一起来参与这个都根的话 也可以一起来啊 我觉得这很好啊 是 对啊 对说到都根这件事情又是我们的文庭里做强项 我想西医市场的改建 其实大家讨论很久 而且西医市场它现有的这一个建筑物已经 已经对50年以上 也确实需要来做一个改建 那这一个基地的部分 是算在市区相当完整的一块这一个土地 但是如果要做都根的话 相关的配套措施还是得要 基隆市政府更积极努力的来去做一个推动 像刚刚君卓议员所提到的 还有涉及到警察宿舍的这个整合 还有基林地的整合等等 但是我想如果市政府他愿意积极努力 投入这一件事情的话 这些问题应该都不是困难的问题 因为以市政府他的各局处的 这一个协调的功能的话 我想只要他愿意做的话 应该可以很快的来完成 那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的西医市场如果透过都根的方式 完成改建 内部的规划要有哪些 就像刚刚君卓议员讲的停车场 因为我们知道市区停车空间非常有限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附近几个里 的里民活动中心现在很缺乏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把它空出来 然后原本的这些摊商 你也要让他们完完整整的进驻到 我们新完成的这一个建物里面 剩下的这些空间才去讨论 说我们是不是要做住宅用 或者做其他的一个用途 那如果是其他的用途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规划设计 让这整栋的综合型的一个大楼 未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这是一个综合型的大楼 你希望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既用之美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就是要好好地规划 而且方方面面都要想到 那同样的还有一个 带大家来看的是先制空间 活化就是我们的旧生澳国校 要请教君佐义佐 是不是地方的民众有提出什么样的声音 因为从生澳坑 从孝岗里到我们孝省里 几乎没有半个汽车停车格 那边的住户 因为人越来越多 那边的住户就反映说 这个旧的生澳国小已经在这边荒废了30年以上了 那其实他为什么会把用围离把它围起来 因为都有人会进去 有游民 之前还有游民会进去 所以他才把它围起来 之前旁边还有封锁线 对 那因为我觉得停车场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们其实都停在巷子里面 完全没有停在大马路边 因为停在大马路就被开单啊 所以我建议市政府把这个地方拆掉 来盖停车场 虽然他是社府用地 对 但其实可以变更 对啊 李明洪中生也可以在一起啊 社宅也可以在一起啊 对啊 都可以啊 那为什么我觉得停车场很重要 因为我在当里长的时候 这是深吸路 以前 那时候我们浩瀚在当林油昌市场秘书 也拜托过他协助我 来用停车场 对因为我们这边 这个土地是台北人的 那夜者也是台北 那因为台北的规定跟我们基隆不一样 因为我们基隆80%以上都是3 所以我们要水保 那这也是浩瀚议员 在当林油昌市场秘书的时候提醒我的 因为我那时候做立场嘛 比较不懂 所以我都会问浩瀚 那因为浩瀚是在选区在我隔壁区嘛 所以我们就互相会讨论一下 对啊对啊是 因为然后 就像这样这样 哦对 这不是只有一块 这是两块 对啊 所以我觉得停车场真的是对我们身后跟很重要 我们身后跟人口2万人以上呢 还持续在增加 是因为大型社区很多都在 而且浩瀚的助理 车也停在这个停车场 中正区停到新移区 那其实很多啦 因为新峰街走上来就到了 而且他一个月的收费是 2400 嗯 对半年了 半年缴 那一个月2400 那算是相当的便宜啦 虽然他是露天的啦 对 至少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大家可以合法的停车这件事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 其实为什么我可以看到郡佐议员在提的 不管是在他的行政区要设计停车场 或者我在行政区要设计停车场 其实这一件事情真的要归咎到 大概二三十年前 基隆在做整体的都市规划的时候 要新建大型的旗车市住宅社区 或者在做区域整个住宅区的规划的时候 其实没有把停车空间纳入到整体的一个规划范畴里面 所以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现在社区的一个窘境 就是民众明明有住宅 但是他并没有停车位 所以衍生的就是在可能在大型社区周边 就会产生停车位非常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在上一届林众昌市长任内 其实当然就修改相关建筑的一个法规 要求每一个社区如果一户的话要配一点三个车位 所以在未来新建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社区里面 至少车位的空间在基础上面配是足够的 就是一户如果你是只有一台车的话 但你如果两台车那当然是另外这样 但是至少在每一户要求都至少要有一个车位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地的一个民代表 其实也非常的一个辛苦啦 我必须老实讲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去处理二三十年前所留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种种的一个问题 所以刚才当然讲说像生澳国小他过去是社服用地 那未来有没有可以思考来做所谓的停车场空间的一个僻件 甚至我们最近在谢国王市长上任之后 决定要把安兰桥的一个停留停车场 原本已经争取到中央一亿五千万以上的一个预算 要来新建停车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做终止 我想这一个可能就是在市长对于周边区域的停车的需求 他可能没有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远见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希望说呼吁市政府 其实当然民意代表提出来 他可能只是一个建议案 但是实际上这也代表着地方居民的一个需求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予以的重视 那我觉得停车空间的一个开辟真的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是好不容易找到空间 也希望说市政府能够好好谨慎的一个仔细去思考 是就是要帮大家解决这最基本的民生交通问题 就是要有停车位 要有停车空间 大家才不会乱停车 对因为停车场真的很难找 要找这个土地真的非常难找 对 然后我现在也有找到深奥坑路在微笑台北前面 这也是停车场用地啊 对啊 但是却没有去利用去盖啊 那后面也是公园一定地啊 总共有三千多坪 嗯 三万多坪哦 是这个土地啊 对啊都在深奥坑上面 一前一后这样就够了 而且我 你看微笑台北 他租大概一千多户嘛 但他车位也不够耶 是啊 对啊 他有时候一户有两个车位啊 哦 对啊他本身也不够 而且他车位也不足啊 包含我们深奥路的新一层车位也不足啊 对啊 哇那里真的是停车很困难 对 每次去的时候路边满满的都是停车 以前我刚搬到那边的时候是路边是可以随时都可以停车 现在是不行了 因为那时候地堡也没盖可以停在地堡控制 哦 那现在都盖起来了啊 根本就没有位置可以停了 是 对啊 所以这里真的是新兴社区的来源多 是 嗯对 来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其实停车空间不足这一件事情 应该是存在于每一个城市啊 好 那盖再多的停车场应该都不够用 但是重点是在于说 你一个执政的县市首长 你要怎么去破坏你的城市 你不可能为了怕没有地方停车 你到处去盖停车场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规划你的道路 规划你的停车空间 以及相关的公共设施 这都是执政者应该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这不是现在才发生 这是从过去到现在 这是从过去到现在 所有的城市发展都要面对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像林优超市长他在执政的时候 他就非常重视各种资源的有效运用 哪个地方缺了什么资源 我们就应该要在那边 适时的把它补足 像刚刚浩瀚议员所提到的停六停车场 这一块地规划为停车场 而且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中央的一个预算 那么就应该要去执行 而且这个地是国有财安署的地 也不是基隆市政府的地 可是基隆市长谢国阳却可以喊咖就喊咖 而且他说要来做都更 别人的土地你可以说你要来做都更吗 你基隆市政府自己有土地 你为什么不拿你基隆市政府自己的土地来办都更 你的富贵市场为什么不拿来做都更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信义市场 你也可以做都更啊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做 你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这些都是在他的政治盘算里面 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值得 这个去去这样子去做的事情 因为所有市民的利益 才是最优先应该要被考量的 是就是要考量市民最大的利益 他们活得幸不幸福这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这就是我们的捷运议题 怎么样才会更好呢 一样请教文天一哥 是我想基隆捷运有关 这个综合规划的部分 已经送到国发会去审议了 也就是说它经过交通部审议通过 也已经送到这一个院里面 要去去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定夺 那我们期待在年底前 能够把这一个案子把它通过 那跟基隆捷运相接的系统线 其实也已经开始发包 然后准备要动工 那未来我们期待如果有机会 可以进到中央的话 我们可以争取让基隆捷运尽早的一个动工 那动工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想整个基隆捷运目前规划的 十三个场站有五个场站是在基隆 那其中有四个场站是在我们的七堵区 那我常常讲七堵区未来会是基隆市的一颗明珠 因为有四个场站在基隆 那每个场站都有它的特色 那基隆市政府更应该在此时此刻 尽早针对这四个场站去做它的都市规划 就是说在配合着重大的交通建设的一个开发 我们相关的城市的一个发展要做一个尽早的一个规划 这是基隆市政府首先必须要做的 第二个就是巴督到基隆市甚至到基隆港这一段 也要趁早规划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整个基隆捷运真正的进入到基隆市内 是这就是我们基隆捷运现在目前要遇到的问题 而且即将要进行的一些规划 就是要提醒市府要好好的来做全面的考量 那当然还有一个最近大家都会在讨论的 就是我们的电动机车 我们要请教浩瀚一座 我们来检视这种青年免费电动机车的政策 听说一个月来申请的人数很少是不是 是我想谢国王市长在选举的时候 曾经有开过一个支票 就是要让78到92年次的一个青年来提供一台免费的 Cogoro电动机车 然后在今年的 不管是上面年的一个议会 我们不断的提醒谢国王市长 你履行的一个证件 你当初是说Cogoro 那你就应该给Cogoro 那没想到他打了一个大折 他找了其他的一个品牌来 但是我觉得也不错 至少你至少愿意想要履行 青年电动机车这样的一个政策 但是在这一个月的一个议会里面 谢国王市长来向我们报告 他来执行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全市居然只有30位民众 愿意来做申请 就代表其实他在政策上面出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对于市民的一个期待 其实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毕竟他选举的时候 他就在他的看办 大门鞋的大大的Go 跟Gogoro的相关 所以让非常多的青年以为 这个就是因为要送Gogoro 所以我愿意支持他或肯定他 然后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就是因为给予民众其他的一个选择性 而不是当初的一个品牌 所以可能导致民众在这个申请意愿上面 变得十分的一个低落 第二个其实这一个就是他本身 谢市长我相信他本身不是电动机车 的使用者 所以他可能不太了解 所谓的电动机车 整个使用的一个情形 其实像我在使用电动机车 将近六年的一个时间 除了买车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每个月 都要固定缴一定的一个资费 就跟我们好像买手机一样嘛 我们买手机 我们跟中华电信 或是哪个业者买手机 我们买的是一个可机的之后 每个月都要付电信费 一样的道理 然而这样的一个电动机车 其实他在一般的费率来讲 其实比油车贵了不少 就像我一个月的里程 可能我是选择799的方案 但是如果我骑油车 在同样的里程下来 我可能只要花两三百块 其实这其实就是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落差 而且在现在天动机车里面 他绑约就是要绑第五年的同一个费率 所以其实也让非常多的民众 望而却步 其实像一个月要付1099的费率来讲的话 其实有多少的一个青年人 他愿意来负担 尤其他第一个阶段 他又锁定所谓的 基隆士的一个中低收入户 难道你免费送他一台车 原本他只要负担两三百块的油钱 现在变得一个月要负担一千多块 这其实也无形给民众更大的压力 所以有非常多民众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反而都会打来服务处来讲说 电动机车推动了 可是他的方法好像 我是分期付款去买这一台车 所以其实我们在议会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跟谢光市长 良心的建议过了 与其你要推动这个四不向的一个政策 那不如干脆给 直接补助四万块 给我们在地的青年人 让他自己去选择 他想要的电动机车的一个类型跟厂牌 甚至是费率 我相信这样的对于青年民众来讲的话 第一个他一样获得你的支持 第二个同样的他就自己有选择权利 他喜欢什么样的费率 他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厂牌 他都有自己可以选择的一个面向 而不是现在绑定的业者的之后 又要绑定他的资费 对我们议会来讲 他就好像在图立这样的一个业者的情形 但是市政府一直希望一直在讲说 接下来要进行滚动式的检讨 滚动式的检讨 但是滚一滚了之后 那对前面的这些已经登记的三四 三十几位的这个市民来讲的话 又会产生怎么样不一样的思考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直到现在来讲 谢市长一直都没有办法清楚的跟议会说明 也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所有市民来交代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令我们感到非常荒谬的事情 而且第二件事就是说 为了这个青年狗狗的政策 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行销费用 据我们所了解 那不只是几百万而已 因为另外一个要计算的是 他动用了驱公所的理干事 每天都要到南站的销售中心 替业者来销售车辆 那市长认为说 这件事情其实只是 要协助基隆市来推广电动自行车的 电动机车的业务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一个不合理 为什么 理干事在年底 其实他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除了要服务继承民众一般的一个日常的需求以外 可能他还要统计加户的需求 或者是说 再做一些基本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调查 其实这时候理干事反而是最忙的时间 但这个额外的成本 其实是毫无法计算的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希望 市政府应该彻彻底底的一个检讨 这个电动机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不要这样就觉得说为了达成 过去自己想给市民的一个政见 就弄了一个浪费公堂的一个政策出来 是真的可以值得大家好好来思索这一件事情 好我想电动机车这一个政策 我们在议会也执询了非常多 尤其当初在审追加减预算的时候 当初编列的是 今年度要发要要送出一万两千台 每台三万块总共三亿六千万 另外金融市政府又编了两千万的 这一个广告行销费用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这一个展示的门市 在我们的市区里面 那这些展示的门市 美其名是说要帮金融市政府 来推广这个电动机车的这一个政策 但是事实上你无形当中也帮这一个业者 来帮他们展电拓点 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猫咪 我们希望市政府要勇于说明 也要面对所有民众的质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当初市政府 他在做这一个采购案的时候 他是用劳务采购 也就是说你的证件是告诉民众 我要送你勾勾楼 你只要浮满公益实数 我就送你勾勾楼 那照理来讲你应该做一个财务的一个采购 但是市政府为了规避所有权规属上 因为如果是财务采购买进来的东西 是属于市政府所有 那如何从市政府这边 移转所有权给这些青年朋友 所以他为了规避这中间的法律问题 他就用劳务采购 好那也没关系 市议会也通过了这一笔预算 但我们当初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附带的一个决议 就是你不能限制品牌 我们当初有把市面上大概有七八种品牌整理出来 希望市政府让这七八种品牌都能够参与进这个政策 可是事实上市政府的标案一出来 他就是只有两种品牌三个款式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当然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嘛 所以才会一个月下来 只有三十多位的青年朋友 来登记要来参与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政策 那这一个政策可以说是金融市政府彻底失败的一个政策 是 这的确是很让民众引颈期待的一项政策 但是接到民众的反应就是 就是从数量上面或许可以看见一些端倪 那另外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观光 市府其实花了不少钱 对 来买我们的鸭子船 就是水路两用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观光巴士 那我们要请教文庭义座 对这一项政策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 我想金融市政府花五千万要来买鸭子船 花了两千四百万 这个是议会已经通过的 两千四百万双程观光巴士 那大手笔的砸钱 看起来好像是要发展观光 但事实上呢 市民朋友可能不知道 金融市政府正准备把官销处 城市观光及行销处把它裁测掉 我们弄不懂 你大手笔的花钱买这个观光设施 双程观光巴士 鸭子船 这两个到底是不是对城市的观光发展有用 我们等一下再讲 光看 这个看起来花大钱 准备大刀阔斧的来发展观光 可是你另外一只手 又是去把亲手把你的观销处把它掐死 那你到底是在发展观光还是乱花钱 这个非常清楚 我想市民朋友会非常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我们来讨论所谓的鸭子船 鸭子船很多人到过高雄去游爱河的话 大家都有印象高雄有所谓的鸭子船 但是这个已经是人家高雄市政府不玩了 玩腻了的东西 你现在基隆市政府 你要特别花大钱去日本买两台鸭子船回来 你是要在基隆港区里面吗 港区里面有很多游轮进出 甚至也有我们的舰艇会进出 那你要在哪边让鸭子船进到我们的水域里面呢 那第二个双城观光巴士 这又更是让人家叹为观止 台北市政府也有双城观光巴士 现在也是一样收兵 那我想要请问基隆市政府 你认为要发展成一个国际观光城市 就一定要有双城观光巴士 没错这个是我们看到国际上的国际城市 确实有这一个东西 但人家有相关的配套 人家有相关的历史背景 你有吗 你以为东斯孝平 这样子基隆就变成国际观光城市了吗 我们希望基隆市政府要能够好好的思考 你的观光政策到底是要走哪一个方向 而不是以为一样画葫芦 你画出来的就是葫芦 是就是关注观光问题 如何让基隆可以打造更友善更绿能的一个观光城市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浩瀚一座 是 其实在这一次市府决定要购买鸭子船 跟观光巴士的这件事情 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 站在我们自己党团的一个立场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推展观光并不是一件坏事 然而在决定要购买这一些的一个 不管是船或者车的时候 其实市府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 其实我们比较期待的是说 应该把相关的计划 包含你的船你的水路该如何运行 以及你观光巴士未来 如何要在基隆市区承载客人 以及他运转的一个方向 其实他应该要先提出一个具体的规划了之后 再来买所谓的一个产权 但是现在会变成说市府好像就是一边走一边想 一边走一边想 这一个就是我先买来完了 买完了之后我怎么经营 到时候再来做思考 其实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导致 所以另外一个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 观光巴士既然他可以在路上行走 那我觉得就算了 但是鸭子船其实他是一个具有特殊的一个地位 其实在高雄因为他在河区 他本来的管理单位可能就只要跟高雄市政府 跟河川局讲好就好了 但是基隆港他其实地位比较特殊 因为他包含了军港 他包含了货桂港 他甚至包含了接下来可能 还是持续蓬勃发展的邮轮 在港区的运行 他需要得到所谓的航港局 以及港务公司相关的一个同意 不是说今天基隆市政府 买了船了之后丢下去 这一艘船就可以在港区里面四处的一个跑 那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有 我这时候接下来的议会议会 审议的时候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要求 市政府应该要先提出在港区能够行驶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证明 或者是取得相关单位的一个同意 要不然我现在很害怕 买了两艘的鸭子船了之后 结果他是汗鸭子 他没有办法下水啊 对不对 那他只能在路上跑 那为什么我还要买这两艘船 这个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地方 那市政府也有提到说 那我们在正兵渔港港区来做运行就好 但是请市政府也不要忘记 正兵港区是台湾来讲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级渔港 也是非常多渔民在使用的一个空间 如果你的这样的一个鸭子船 跟港区的其他的渔民船只 发生了一些的冲突甚至是碰撞的时候 反而你会让地方在地的传统展业 产生更大的一个危机 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讲说 发展观光我们都愿意支持 你要做相关的一个硬体设施 我们也都愿意来配合 但是请先应该提出具体的规划 让议会让市民了解说这件事情如何去运作 再购置相关的财产才不会浪费民众的名指名高 是就是要有具体的规划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未来的运行方向 那剩下最后五分钟 我们要请文婷议座还有三位议座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对地方上的关怀事物 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我想我们从上一届担任议员以来 就推动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那一直以来也都受到许多民众的一个肯定 尤其是爱心冰箱的部分 我们是每个礼拜五都固定在早上十点钟来发放爱心物资 而这些爱心物资也都是透过善心人士的捐赠 甚至有许多的公庙 他们也会捐赠给我们爱心冰箱物资 让我们每个礼拜的物资能够充实 也让我们的关怀户 包括我们的低收中低收身心障碍朋友 以及我们的独居老人都能够在每个礼拜五 得到这样的一个物资 稍微减轻他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个负担 那未来如果能够在中央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继续为民众来服务的话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帮助的不只是这一些民众 因为事实上有很多民众 他们是无法得到低收中低收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个证明 可是事实上他们是非常需要我们给予协助 也非常需要社会资源给予投入的一群人 那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个弱势的族群被社会遗忘 那我们也会努力持续的关注这一个部分 未来在法治上甚至在做法上 应该要如何更加精进 让我们能够在地方也好 在中央也好 都能够照顾到这一些弱势的一个族群 是就是从多元的角度 让这个善的温暖继续延续下去 我们要请教浩涵一座 是 那其实因为今年刚好是我们太太怀孕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也去思考一些 能够如何协助妇女的一个政策 那其实在这一年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有六个县市 在推动所谓的好运计程车 就是为了减轻孕妇她在 不管是前往妇产科或者是产后 前往小朋友去医院诊所就诊的 这样的一个通勤上面的一个负担 那其实在上一次的议会过程当中 其实我就有跟市府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需要说未来能够从协助青年的一个角色 因为毕竟现在非常多的一个 新兴的一个家庭 爸爸妈妈都要上班 所以可能爸爸比较没有空 来陪妈妈去产检或什么的 可是透过好运计程车的方式 其实可以真的大大减轻 所谓的新兴家庭的一个负担 所以在这一次的议会的社会处业务报告 也特别在提出这样的一个咨询 那也很非常感谢金融市政府 愿意去接纳我们这样的一个意见 那在明年是有机会 可以在金融推动好运计程车的 这样的一个方案 其实也可以造福非常多 金融未来想生小孩 或者是已经怀孕了之后 其实如果不知道该如何 自己如果该前往去就诊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可以借由好运计程车的服务 来减轻大家的一个负担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刚好借由自己身份的一个转变 去思考到说有一些的新的政策 可以扎扎实实地帮助我们金融市在地的一个市民 是令人期待好运计程车 最后我们请君佐一佐 那未来明年我打算成立食物银行 那因为基隆第一间食物银行 是暖暖区的林敏逊议员 那第二间是我们七土七乐 曾渝方议员 那我也会找时间跟他们请议 来成立食物银行 那因为其实我现在目前的物资 都是跟社区发展协会配合 还有教会 对只要我有物资我都往那边送 那因为其实有些边缘户 他很敢扣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申请低收或送低 资格不符啊 很多 其实很多啦 那其实物资像普渡 我们都会把庙给我们的物资 我们都会送去给低收入 是 就是要让这些温暖的爱延续下去 让金融成为真正的友善城市 友爱城市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亲自 Adventure